这个时候真的是特别高兴 在生活当中 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承担起来 照顾姐姐的一些任务 因为她听不见 你应该就是她的耳朵 对 有什么事情姐姐都会和我商量 比如今天孩子上学 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这样的问题 姐姐都要问我 今天外面冷不冷 孩子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她已经完全依赖你 对 这是从小养成 只有你能够理解她 眼睛一动 眉毛一动 她是要干什么 是吧 对 有没有这样的默契 有 比如 今天早上 我们在吃完饭以后 姐姐很简单的一个手势 这样 是问我 反卡在我这吗 试试卡 我说 没有 然后 就你知道她说什么 对 很简单一个手势 她也不用打特多的手语 反卡 不用打这么多 那爸爸妈妈能理解吗 不能理解 那为什么爸爸妈妈也一起朝夕相伴 为什么她不能理解 你能理解呢 因为我就是从小到大 我要能够跟姐姐更好的沟通 我选择了读特教学校 所以我的这么多技能是从学校里学来的 你是家里面她跟父母曾经沟通的潮量 是 其实在小的时候 我在入学前 姐姐就为了要一个这么大的东西 我们全家都哭了 都不知道是什么 把这么长的 所有的 比如说 她就比了一个这么少 就这么大 就这么大 我妈给她拿了好多的书 不是 这么大的书 杂志 然后小人书 然后有别人用过的上学的书 也不是 然后拿一文具盒 还不是 对 把差不多这么长的东西 家里能看到的 能想到的 都拿出来了 可是都不是 后来姐姐哭着跑到外面 然后她把书枝 得了大约她记忆的这么长度 拿着一只铅笔放在这里 她告诉我没想要的是一把尺子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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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